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二十不惑 江小果讨债被骂惨 钱品差的人 人品不会好 一起来听 最近热播剧《二十不惑》中 有一幕看的人出离愤怒 江小果是一个家境普通的大学生 整个大学四年都在为钱发愁 然而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给王威借了三百元钱 眼看着自己的手机快不行了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凑钱换手机 最终还是差了三百元 在看到助学金名单 直到王威能领到四千元钱后 江小果鼓起勇气上门去要钱 王威先是装糊涂 我没还你吗 我记得我还了呀 而后又推三阻四 忙着给自己添新衣买新鞋 就是不提还钱的事 被江小果逼急了 王威居然大声质问他 你怎么这样 我说了要还就是要还 但不是今天 不就是三百块钱吗 你至于这样羞辱我吗 有好事者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 借给人钱的江小果 反而变成了那个咄咄逼人 自私虚伪的人 好心好意借人钱 却被倒打一耙 隔着屏幕都能感到他的愤懑和委屈 钱中书在遇到类似的事情 曾感慨到 借钱钱是朋友 借钱后是大爷 还了钱便是恩人 想想还真是如此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网 利益往来间 能看清人情冷暖 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秉性 钱是一段关系最好的赵妖镜 也是人品最好的试金石 锦上天花翼 雪中送探南 知乎上曾有个问题 你是怎么失去一个朋友的 其中获得最多点赞的回答 只有两个字 借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多都是因为借钱 而走到尽头的 电影《寄生宠》里有句话 钱是一个运斗 能运凭一切褶皱 正是因为钱太过重要 所以它成了一块试金石 折射出友谊的各种形态 也照出了人间各色冷暖 在这世间 本就是个人各自下雪 不关心你的人 不理会你的慌张 在乎你的人 任何时候都会帮扶你的难 香港词作家黄瞻在50岁那年 诸事不顺 投资的电影公司经营失策 负债累累 相恋多年的女友也离她而去 低谷来袭 她一蹶不振 借酒消愁 那段黑暗的时间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全香港没有一个人理我 然而有一天 黄勇玉来了 夜下夹着几幅画 她将画摆在黄瞻面前 这些画你卖了就及 若是不够 我再来想办法 人在遭遇窘境时 最容易感受到事态炎凉 也最能懂得那句 锦上天花意 雪中送炭难 只有身陷困境 饱经风生之后 才能体会到人情冷暖 钱 最可以看清人心 在你窘迫时 主动借钱给你 伸手拉你一把的人 才是你生命中 真正的贵人 有句话说 有不在于多 贵在风雨同行 琴不在酒 贵在有求必应 如果你身边 有这样的朋友 一定要深交 钱品好的人 人品不会差 明朝时有个秀才 穷困潦倒 因为要进京赶考 便问财主家借了路费 没想到 财主家冬日里 起了大火 烧毁了大半个房屋 秀才立下的借钱字句 自然也毁了 家人劝他 既然字句已经毁了 财主家也不缺钱 你就别还了 秀才却正色道 别人手里的借据没有 但我心里的借据 一直都在 论语有言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按时还钱 是信誉的表现 也是一个人 人品的试金石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 他父亲出了车祸 因为是责任方 需要给商者家里 赔偿二十万 这笔钱 对于任何一个 普通家庭来说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到处奔走 饱受白眼 一段时间下来 还差了六万 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 得了消息 立马把这笔钱 转给他 让他还清了赔偿款 后来 年轻人家的近况 便差了下来 父亲因为车祸后遗症 丧失了劳动力 家庭的重担 便落到了他 一个人身上 半年以后 他听说 借六万给他的 那位朋友 得了重病 急需用钱 这些时日里 他一直在 陆陆续续还债 手头根本没有余钱 于是便跟父亲商量 把家里的房子 抵押了 他不仅还了朋友的钱 还多拿了五万 给他家人应急 朋友从昏迷中醒来 不无感慨地说 当时借钱给你 就是看中你的人品 我没看错人 朋友康复出院后 很快又把这五万元 还给了他 因为两人深深懂得 没有哪种情分 是理所当然的 你头之以木桃 我当抱之以穷摇 很多时候 我们借钱给别人 一开始 对方会心存感激 时间久了 他们就会忘记和麻木 正因为如此 那些心怀感恩 能主动准时还钱的人 人品一定不差 很喜欢一句话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图那碎银几两 你我皆凡人 吃穿住行都依赖于 这碎银几两 谈钱没有错 错的是没有原则 和底线 如果遇到向你借钱的人 不妨参考以下几点 不要借钱给不值得的人 之前有一个亲戚来找我借钱 说要买房子 首付不够 希望我借他三万 钱不算多 但我没答应 原因很简单 他风光时 胡捧狗有齐聚 落魄时啃着父母度日 没固定工作 爱好夸夸其谈 从不脚踏实地做事 这样不靠谱的人 当然不借 就急不就穷 帮困不帮懒 吴梦达曾经迷恋赌博 欠下巨债 向周润发借钱不成 为此怨对了很久 但周润发为他牵线搭桥 他切戏赚钱 人生再度出现转机 周润发后来谈起 自己帮穷的原则 我借他三十万 他很快就会挥霍掉 只有自己赚的钱 才会珍惜 俗话说 就穷不就急 帮困不帮懒 借钱 表面上借的人情 实质上看的是实力 如果自己不思进取 别人怎么也扶不起你 有时不是世道太坏 而是你自己太差劲 努力进取 让自己变得强大 才是最好的出路 不要踮起脚帮人 曾国藩有句话说 银钱则量力资助 办事则竭力轻盈 考虑给别人借钱时 量力而行 借出去的钱 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样 即便对方不能及时偿还 也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生活中因为借钱数额较大 最终关系破裂得大有人在 所以 借钱要把握借少不借多的原则 有句老话说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最能看清楚 人情冷暖 识别一个人的人品 愿意在你落魄时 借钱给你 拉你一把的人 是你生命中真正的贵人 要懂得感恩 能主动及时还钱的人 是靠谱的人 值得深交 对于那些借钱不还 言而无信的朋友 只能送他一句 好走不送 看见 合苏 孟静